我只想講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的停車場是很小的 很窄的 真的很窄 有時候譬如我們廣東道停車場 正常有默契的人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們廣東道的停車場 如果有上去的朋友就會理解到 一般來說兩個位置只能夠放一個車 三個位置只能夠放兩個車 因為它有很多處 但有些人身來我又不明白 有時候我看到我也很難招頭 譬如我看到那三個位置竟然有三架車 我覺得中間的車一定是先放的 為什麼呢 因為放旁邊的兩架 它都還有權落到車的 譬如大家要明白一下 因為它兩邊有條柱 那條柱不是福祥 它在旁邊的那個因為有條柱 隔一隔才去到另一排車 那旁邊的兩格都還可以落到車 特別是左手邊那個 中間那一格是永遠是沒有可能 我爬都爬不到進去 因為我放了一架車在那裡 吵你了沒有 原來每邊都只有這麼多 就是旁邊的車 那兩架車不走你 乘勢你都不用駕進去 是窄到這樣 那我就先不說那些窄車 但仍然是這麼窄也好 其實就好看那個車主的manor 如果真的去到那麼窄 即是不要說什麼了 你是盡量的 但是也不可能 你的車門是會碰到對方的門 因為你的口窄也會逼出去 你碰到那個車 雖然現在特別是日本車 就很軟的 都不至於馬上會化的 一定是你這樣 扮你才會化的 那些人其實 扮你那輛車 那輛車都多數會出事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有時候 有些人沒有遺意 按摩摩摩 扔煙頭一些就不用說了 所以 我們現在擺車 如果有時候我去到那些 即是我很少了 因為我啤梨哥 出入高唱的地方 我當然去到那些闊的停車場 那當然不代表高唱 因為其實 停車場 好沒有扭 或者好沒有拍 都是我考慮 反正我要給停車場 有些人說 我真的不行 去到左安道 油麻地旺角 新興 那些停車場 當然有些人跟你開下去 喂大哥 我自己以我的手車 我當然也沒有問題 但我為何會這麼辛苦 我放在停車場 都會慢慢扭下去 原來位置這麼窄 如果大家去 大家知道我講哪些 即是左安道 以前舊樓 以前那些 你只會船到你 是的 現在就算船到雲也好 譬如我有一成 我續很多時候有一成吃飯 為甚麼呢 第一去四百元就可以吸幾個小時 譬如我有一成 我續很多時候有一成吃飯 為甚麼呢 第一去四百元就可以吸幾個小時 如果不是那些地點 有得去嗎 是不是 有得去 第二 有得去多車位 還有車位夠大 那可能是他自己目標的客人 還有他 Owner的發展商 是新加坡人 就是我會這樣想的 香港那些 新鴻基那些都是差的 停車場好些 老實講 有時候如果你真的去到那些位置 你會覺得對方有些危害 就唯有拍照 不過拍照也沒用 很難斷整他 除非停車場那裏有電視 說真的 我車子側門 我另外那邊就是門 有一點點凹 我不整的 就是你在那些反光位置就看到 那他沒甚麼地方會凹 那裏怎麼會凹 肯定是人家 沒辦法的 大家自己小心點 好啦 我們就講講這裡 我們就突然回到神州 唉這些事情真的很慘 我真的不明白 你說做父母 在東莞 其實我近日和廣州、東莞、廣東省 甚至乎鄉下台山、台城、阮城的朋友聊天 原來他們真的很OK 對於在2020年到2014、2014年那十多年 他們說真的旺到不得了 他們基本上很自由 晚上的夜市是到處都是 我印象中我回到大陸 回到2012、2013年 我就沒有怎麼回事 我印象中是的 說真的問心一句 你不要理會是否貪污舞弊 但市面上那種安全感 有一段時間你連在深圳也不怕 安全感也很大 中文字幕了令人 你們看看 有相當的 rabbit 不認真 對 教育 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